政府機關如果說他有任何的施政的要點跟內容被誤解了 不管是所謂的名嘴 評論員或者是節目或是新聞 他都可以澄清 那現在我們就請導播直接看這張圖 那朱學文他所講的是說 現在有一筆將近400億 然後要發給你 當時是這樣嘛 我們在討論這件事情的基礎是 行政院現在已經先喊停了 後續怎麼樣還不知道 好這第一點 第二點朱學文的發文 朱學文的發文是講說 這些東西有來自你我的薪水 所以大家難道不怒嗎 財政部他發了一個文 告訴你說大腦是個好東西 所以證明朱學文你是無腦的 他還講說 不要成為萬惡假新聞的幫兇 所以這件事情變成是假新聞了 幾個來源的確45.25%是銀索稅 然後接下來營業稅是23.16% 第三大才是綜合所得稅 也就是你我薪資所扣的稅 所以沒有綜索稅嗎 也有嘛 後面還有 後面還有菸酒稅 所以抽菸的人也會覺得 這個我被剝奪啦 去年也超收 今年也超收 應該是說往前啦 就是2017 2018都有 那為什麼2017年 我們討論過了 2017年超收又沒有想要發 你今天政府有錢可以來 多出來可以做建設 或者去填補一些財政缺口 OK啊 可是你要直接發錢 這麼幾天以來 主要討論的內容就是 所以現在變成是 其實有點轉移焦點就是說 我們要發錢這件事情 歐不歐不歐不討論了 但是你說這個錢來自於薪資不對的 你這個錢應該是來自於 營所稅跟這個營業稅 可是你明明第三大來源 還是有18.6%是綜合所的稅 所以的確也含著你我的薪水 所扣的這些稅嘛 那民眾的想法是一回事 你現在的財政部的說明 我覺得如果他認為這樣子會誤導 大家以為所有的來源 都來自於你我的薪水的稅 那我覺得他說明 應該也是適切的 可是說明就說明 你還要來個大腦是個好東西 好像別人都無腦 只有你才有腦